欢迎回到TNews 联播网 说到客家菜不少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咸香购味的客家小炒 客委会办理的客家小炒全国争霸赛 中期出赛6月11号将会在苗栗的特色馆来举办 那苗栗县政府是广邀了中章头苗 客庄餐厅店家来报名 要展现在地客家好味道 香气十足的客家小炒是大家熟悉的客家菜 料理好手们想要拼手记吗 客家小炒全国争霸赛中期出赛6月11号登场 这次记录用中章头苗客家草用的比赛 当然两个客家饮食青春又一样 西文西草 台北都在两个人上口的客家小炒 希望说六百个比赛 明天的船人联络有好的成绩 尤其这么三百公公阿富撒伙的店 刘雪林主厨 今天是拿过提搭提摆的冠军 希望能够带她的共和人努力 希望苗栗县的船人能够打开知名度 6月11号中区初赛将于苗栗特色馆举办 除了传统客家小炒 还需要一道创意客家小炒料理 活动宣传现场出现了像是客家小炒 结合咸香角烧饼又或是五色板 而曾获冠军的刘雪玲 也分享料理心得 今天看到它按照创新版 其实密西都没有做到的密西 但是一定要有 年有的密西存在 没有留在密西做到 很有创新 一定要留创新版的 能够行销 能够行销才是重点 传统创新兼具 县府预计开放30对报名 我们这次出赛是预计 要招收30组 委员者 那当然我们再看报名的 实际报名状况 那另外客委会为了鼓励 不一定说 客家操用 一天就客家人 做得做的 所以也鼓励非客家 那所以我们这次 也特别有开放的五组 那可以是非客庄 或非客家的店家来报名 报名日期从5月9号至5月21号 欢迎中章头苗的客庄餐厅 店家挑战 展现客家小草的在地好味道